新环曝光后,吴宗献被曝七段绯闻情史烈焰多位女星,拍亲密照后这位献嫂被下封口令。最难忘的也是她。 吴宗献近日被曝出有了新线嫂了,那就是国光女神安义爱,她一直都对她照顾有加。 女方生日时吴宗献还单独约她去吃吃饭庆生,安义爱除私下备受吴宗献宠爱,还经常上她的节目。 不仅如此,安义爱还会等吴宗献下宫之后再一起离开,两人的暧昧早已都被旁人看在眼里。 节目上吴宗献还亲她的脸颊,让不少人下翻,但她却说自己哥哥有什么关系。 图片来源,镜周刊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两人暧昧约会全被抓包,不过其实也不用太意外。 吴宗献一直以来都偏爱身材交好的郑妹,前飞文女友陈孝轩,张永心都有着大言与交好身材。 而安义爱除了长相亲秀,运动员出身的她还有马甲献超辣肉体,和吴宗献前飞文女友陈孝慧除了外形相当接近,年纪没差到多少。 图片来源,ETTJ星光云。 据报道指出,吴宗献的情势相当精彩,光是被爆出的就有七段飞文,其中还包括多位女星。 最早一开始是跟在身边的助理安琪拉,吴宗献当时宠她在手掌心,还用她的名字在台北买房送给她住。 但是之后两人情变竞闹翻队不攻堂,展开争夺房产之战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之后的倩女郎则是谈原力,当时她才年仅17岁,两人交往了7年,但最后也双方大打出手闹翻。 女帮父亲还抱紧相当的难看,之后吴宗献又看上了女星陈孝萱。 但没想到当时吴宗献早有缘配张薇薇,还已经生下了四个孩子,让陈孝萱瞬间成了小三。 心灰意冷之下陈孝萱转转怀抱喜欢上吴宗献好友詹仁雄,当时的忠孝仁爱恋轰动演艺圈。 当年吴宗献为了追到他还借他钱,买房送钻戒,没想到最后还是落空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已婚身份曝光后,吴宗献仍不敢风流习惯。 2007年张勇心参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节目,认识吴宗献后靠着关系转到他那当另个节目当助理主持人。 两人多次被拍到吴宗献背后环抱他的亲密照还传共助爱潮。 图片来源,镜周刊。 接着吴宗献又被抱与宋欣妮出双入队,甚至直接到女方家中。 但两人感情并不顺利一直纷纷和和,分手期间宋欣妮曾与一位发型师Andy交往。 但却被他因难忘吴宗献的好,让Andy大怒甩了他。 图片来源,镜周刊。 之后吴宗献又和正妹经纪人承心慧传出四年绯闻。 诚心慧还要吴宗献不准让宋欣妮上他节目,惹得宋欣妮不爽开枪。 吴宗献为户爱也与宋欣妮撕破脸,没多久后吴宗献也与诚心慧闹翻,爆出女方酒后失控大打出手。 还要吴宗献跟袁佩离婚最后搞到分手,有人问起吴宗献女儿Sandy对于爸爸情势想法。 他坦言妈妈已经习惯了,一生气就出国冷静一周,他还神回复。 反正不是我嫁给他,但是他是很谨责的爸爸,这样就够了。 图片来源,镜周刊。吴宗献情史真的超级多。而且个个真的都辣又漂亮。 参考来源